I'm dancing one mile I don't see nothing wrong What I want is what I've got I'm dancing one mile I don't see nothing wrong What I want is what I've got 我自己用的好累 寶來冠軍 對啊,就... 其實我覺得自己一個人用應該是可以的 只是因為我太少用這種東西 好,那麼 你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地方 你是誰啊 然後 簡單的自我怎麼想 大家叫阿瑤就好了 然後我現在算是畢業的大學生 就是我 之前四年在台大經濟新年 然後過去的四個月我去 中國的清華大學交換 就在北京 然後為了逃避人生就去那邊了 然後去那邊有一些 就是有上他們一些有趣的課 然後等一下這邊應該會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這樣 然後 我也是就是 投資人嘛 就是 從大一開始 就開始 接觸投資 然後 對 到現在四年半了 這樣 OK,所以 你剛剛說 你開玩笑的時候 你逃避人生去中國 結果蠻好奇的 為什麼是中國呢 為什麼是中國呢 這真的是 就是 就 因為我們學校是 就比排名嘛 然後當然我們是比較想要去美國啦 但是 就是四年沒有努力好 所以 成績比較 比較不是很好 所以就只能去中國 然後 其實是有第二次可以選擇的機會 但是 當下我拿到這個清華這個 就是這個機會 我就想了一下 我覺得有三個原因是讓我 想要去中國看看 或者說去北京看看 第一個是 就是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 或是我自己 就是對中國有些誤解 就我在 高中或是 大學階段 其實 我並沒有很認真去想中國 但是 我覺得它是 就在我們旁邊也是 是一個大國 然後可能正在崛起 但是你沒有去認真想它 只是 讀一些 就是 它的東西的話 就是讀一些文章 你可能沒有很好的 辦法去了解它 所以 自己去是一個 優點 就是你可以很好的了解它 第二個是就是在2016年當下 那時候 如果 看新聞的話是各種 火熱的創業嘛 就中國那時候各種 新創 然後 你說內容產業 或是他們共享產業 或是他們的一些科技上 其實都已經做出一個很好的 領先 然後想說 那可以去看看那邊的狀況是怎麼樣 然後第三個原因就是 我那時候剛好 那陣子看了就是 星巴克的董事長 到了清華大學去做一個演講 然後找了前幾年 就是 他的前一年是 是那個 Elon Musk 然後再他的前一年是 Mark Zuckerberg 你說他前一年是 Elon Musk 就是去聽完演講 你說Elon Musk嗎 對 然後再前一年是Mark Zuckerberg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今年有點期待是誰 所以我就決定去去 今天是誰 今年是Comcast的董事長 也是蠻大咖的 但是沒有前面那麼興奮 可是今年 就是想買特斯拉股票 去看Elon Musk 對 今年Mark Zuckerberg 又有去那邊做演講 只是不是一個公開的 只是也在清華 因為清華有一個 金管學院 然後他們有一個委員會 然後那裡面就有像 Tim Cook 然後Mark Zuckerberg 就超多那種 就他們每年都會去那邊開會這樣 好 那麼雖然你是在清大交易學生 不過今天 我想要先來聊北大 因為 你其實有去北大的價值投資學 對 他們就要學 價值投資 對 他是一個課程 OK 先跟不知道的人講一下 就是 北大有一門價值投資課程 這門課程是李露贊助的 對 李露是非常有名的投資人 然後 甚至Charlie Monger 把一部分的資產交給李露 讓他去管理這樣子 然後 他現在是喜馬拉雅資本 我不確定是在中國還是在 喜馬拉雅是在加州 但是他現在主要的戰場 就是在投中國 他其實是幫助波克夏 完成在中國的投資 對 例如當初的 那個BRD 就是李露介紹 巴菲特投資 就是波克夏投資BRD 是因為李露在上面串線 對 所以 李露在北大贊助的這個價值投資課程 然後你有去旁聽 對 他是 怎麼樣的課程 我這個課程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然後 因為 主要上課的是喜馬拉雅的一個合夥人 就是 就是跟李露一起打天下的一個人 就叫他叫常敬老師 然後 前四堂課是由他來講就是 價值投資是怎樣一個概念 就把一些 就是什麼市場先生安全邊際 互承河 金正佑士這些講完 然後 後面的三堂課是 一個會計系 就是那一堂課的凱克老師 然後就講三大報表 他就是一堂課講一個報表 水銀表 資產負債表跟現金融表 大家講完 然後這就已經過了一半學期 然後後面有三堂課是請外面的 就是國內外的 就是知名的人來演講這樣 OK 所以四加三加三 對 然後後面就是 最後有一個project 就是大家要做 就是分小組 然後大家做一個 就是個股的報告 然後上去報告這樣 那就一部分一部分來講好了 前面上市場是價值投資的介紹 你覺得有什麼收穫嗎 我覺得有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 因為是喜馬拉雅的 就是合夥人來講 然後他在課程中 他舉的例子就是 他們自己投資的案例 例如當初他舉了一個 我印象的設計 就是他當初投BRD的案例 就是他那時候他就講說 有人就說 為什麼現在BRD那麼貴了 你們現在還持有 然後他就講說 為什麼我會投BRD 然後 當初會投他的就是因為 不是因為他看到電動車 或是什麼BRD在汽車能力很厲害 而是 他是一個很像驗屁股的投資 他從BRD開始做手機代工 然後他那時候說要去做電動車 然後反正就是因為一些因素 別人覺得那個老闆瘋掉了 就是為什麼你要跨出你的本業做一些 就跟本業無關的東西 然後股價跌了 然後但是 如果你以本業那個穩定的區塊來估值的話 就是已經遠遠超過當時的市值 然後他還有一些隱藏的地產 所以 他們就是那時候喜馬拉雅就進去了 然後拿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 之後他的電動車那一塊做得很好 就是一個加分 然後他們就 因為成本帶低了 所以就沒有想要把它賣掉了 OK 所以 你在前面那邊 你覺得最好玩的 反而是喜馬拉雅他們的cast study 對 然後其實 老師還會就是跟台下有很多互動 我覺得這堂課 我先稍微簡介一下 我覺得 我在上這堂課 其實我想到 就是當初 可能是巴菲特去上 葛拉漢那一個情境 因為其實下面做的 一部分都 就是一半都不是學生 其實有很多是基金經理人 或者是 就是 其他業界的人 都會過來 然後 很誇張的是 有些就是從 上海然後美洲這樣 大飛機過來 對 然後都是業界 然後就是上課就會問老師一些 就是很有深度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就是在問答這一部分 是很有收穫這樣 聽起來真的是蠻 令人 想知道 對 所以 所謂的有深度的問題 呃 就你大概也都知道 比方說我們 財報稿的另外一個投資方法 對 你覺得是 就是 真的算是 很有收穫的問題 這樣子 我覺得都是一些蠻有 就是有切中要害的問題 就 也許是我們會想 但是 如果在一般人可能 不可能一下子就問出這種問題 就至少 問出的問題 我覺得水準是蠻高的 嗯 了解 那麼接下來是三堂的財務表分析 對 這邊有 這邊我就沒有很認真聽 沒有問題 可以解決 對 那麼最後三堂是請外面的嘉賓 是請了 我 第一堂他是請了 邱國禄 邱國禄 邱國禄是 算新生代的 比較紅的價值投資人吧 對 然後 第二堂他請了一個 好像是 他們的公募基金 管了一百億人民幣 的一個基金基金 一百億人民幣 對 他們的規模真的都很大 然後第三堂就請 就是 POPRIE 然後 就是 GuySphere又一起來這樣 OK 那麼一個一個來好了 就是剛剛其實那個誰啊 剛剛在我們社團直播的時候 就是 君庭有問 就是說邱國禄的 他以前有一本書叫做 投資最簡單的事 那現在又出了一本 投資不簡單的事 然後 你看過這本了嗎 不簡單的事 兩本都看過 所以 你後面 我們現在講 你先分享一下後面正本書好了 你覺得怎麼樣 後面那本書它其實是一個 就是演講的整合 然後那本書並不是都是邱國禄 因為現在 邱國禄搞了一個 一個私募平台叫做高益資本 然後他旗下有 加邱國禄有六個基金經理人 所以那算是一個 內部他們 做討論的整理 或者是他們 各個基金經理人 接受報章 雜誌採訪的一個整理 文集 所以六個人 他們其實六個人都 方法不太一樣 雖然都是基本面 但是 六個人基本面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是比較喜歡 邱國禄還有他們的首席 投資官叫鄧曉峰 就是我比較喜歡這兩個的風格 鄧曉峰這件也是蠻有的 對對對 鄧曉峰 我比較喜歡這兩個 那他的課程 他那堂課呢 他那堂課 網路上有一篇他的演講嗎 應該是 目前是只有一個吧 邱國禄 對 邱國禄網路上應該有一個 他演講的影片 那我沒有看過 可是因為 因為就是他說他的課 就通常 不會讓人家錄影 錄影 但是我覺得那堂課 也是有價值的地方是 他舉例全部都是他過去的投資 所以還是Cast Study 對就是Cast Study OK 那麼 第二堂課公墓的那個應該 公墓那一個 他也是Cast Study 但是 我就比較沒有 就是 聽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就除了就是可能 他在講 他當時投資是怎麼判斷的 然後為什麼 他的邏輯是怎樣 通常是這樣 他不來 我看很像 我猜他應該跟網路上講的差不多吧 對 他不來 就大概從五年前看到現在 他應該有三個版本的演講 他最早期在講Fully 後來講Clone 那現在這個 我連忘記是什麼 他現在也在講Fully OK 就是 就是 就他都有那個什麼米粒的那個 對不對 對對對 他有米粒的 所以 他延長應該網路上都有 那麼 我比較好想的是 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在投資 一樣就是你應用在投資上面 你覺得 上完這個課以後 你應用在投資上面 有沒有什麼改變 我覺得 這堂課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收穫 或是 就是我們最後要做一個報告 對 那在這之前你有 每一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可以跟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長津老師 就是那個西南亞合夥人 對那個老師 平常不能跟他約office hour嗎 就沒有 就是他 因為他就是 就來然後他就要回美國 所以他就在那一天就是讓大家問完 然後他就要回加州做他的事 然後等學情報再回來聽大家報告 所以就只有那一次可以跟他就是meeting 所以那一個小時就是 大家在之前就會先把 就是目前初步收集到的東西跟他討論 對 然後我覺得那個是非常有意義的討論 因為 那 這10家公司都是他選出來的 反正就是他選10家公司讓大家 再去選你們要研究哪一間 所以他應該都是 對這些公司很有研究 然後 你當 當你把你的研究 跟他的想法去對比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就是落差在哪裡 其實很像財報保障 對 所以 所以 你覺得在 就是 你們當初 所以你們當時 你有做討論嗎 對 雖然你是旁聽 不過你還是有 像你們那一組 就還是會有是裡面真的修課的學生嗎 我們那一組 就都是旁聽 然後他還是讓你們去 對 那蠻酷的 所以你這樣子去討論 有覺得說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聽了這幾個演講 我覺得他們 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 你不用知道太多 但是 你要把你知道的搞到 就是至少比舊成的人還懂那件事情 這還要知道的不多 對 就是你 就是你不用知道很多東西 但是 你知道那件事情 你一定要 就是可能是很 對他最懂的人 你就可以再投資做出 就是很大的收穫這樣 嗯 對 蠻 就例如常津老師他就說 你不一定 研究的時候不一定要廣 就是你不用說你要分析它的 競爭優勢 然後你分析它的毛利率 你分析它的產業 就是你先從一個地方 先把它做得很深 然後深完之後再去廣這樣 OK 你可以舉 比方說到多深嗎 多深喔 就你們當時的圖 其實我們當時 其實我們當時 就是我們是看就是一家 空調公司 然後其實我覺得我們那時候 在我自己過去兩三年的研究中 我覺得那一份報告已經到 就是我覺得蠻深的程度 但是 去跟老師 meeting的時候 他會一直問說 欸 就是我們可能 說了一個假設 然後他就說 欸為什麼你沒有想過為什麼 就是這個假設 你可以直接講出來是什麼嗎 還是這個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 好我們當 我們當時做那個 那個格力就是冷氣 喔說格力 對 就冷氣 然後我們可能會 我們就當時 從他報表看說 欸他有某一年是爆發年嗎 嗯 然後我們去 從那一年開始推說 欸我覺得這一年是 因為某一個原因 例如 就是 他的 喔 例如他 推出了一個新的款項的 冷氣 跟其他人不一樣 嗯 然後我們覺得 這是他獲勝的原因 然後老師就會問說 那為什麼其他人 推不出這一個款項的 冷氣 OK 對然後 這個冷氣這個產業 就是 他是怎樣的一個產業 會導致 裡面的玩家 做出的行為 是怎麼樣 然後 欸 蛤蜊做的行為 是怎麼樣 這個我聽不太懂 就例如 冷氣是一個 就是非常競爭的產業 然後 冷氣是一直 是一個在殺價的產業 對 但是蛤蜊一直 不參與這個殺價 但是為什麼蛤蜊可以活得下來 好這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對 這就是他問我們的問題 就我們那時候研究到這裡 就為什麼 然後 所以你們是有提出一個點說 隔離的冷氣並沒有在降價這個 對對對 我們 我們提的就是看到產業在 就是我們知道為什麼隔離會起來 就是因為他在 產業在殺價的時候他活過來 等一下喔 那個殺價是現在正在殺還是 沒有沒有過去過去 過去在殺 抓起就是存活了 對對對他存活了 所以你們只是去了解他為什麼存活而已嗎 對 因為說不定 這樣感覺起來就是很像是 像是 像是D-Rail 之前都在殺價進去 可是倒了都倒了 所以自然 之前供過羽球 現在自然是供需平衡 大家都賺錢 那冷氣不也是嗎 就只是 他就是從供過羽球到供需平衡了 對 可是因為隔離在那時候是最小的廠商 但是有國外其他品質跟品牌都比他好的廠商 為什麼 他還可以在這一個遊戲中不用殺價 然後生存下來 然後 這個會是他未來值得投資的原因嗎 那是他過去為什麼會成功的原因 然後當然是可以看未來這個優勢還在不戰 OK 所以你們的分析結果是什麼 我們分析的結果是 就可能是我自己比較理解的分析結果是 隔離 那這不是你做的嗎 為什麼是你 沒有就是我們小組 對我們小組討論 就隔離是從農村開始往城市包圍 所以他在農村的廣大的群眾中已經有比較好的名聲 然後其他大品牌是從就是在就是比較高端的城市去做競爭 比較沒有來到這種三四線渠道比較難拓展的地方 隔離一開始就是把他的渠道布得很好 對所以大家都接觸到他 然後一開始用了其實如果你CP值高 我不太會再去換其他的 OK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 所以你們等於是在研究他的 這等於是通路馬上的進展能力 我覺得就是我之前不會做到這種 這麼分就是例如老師就會說他的通路到底比哪邊做得好 就是他的通路又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他可以做成這樣 例如他隔離旗下是有很多子公司 然後我們就會說隔離旗下有很多個子公司 那老師會問說那為什麼隔離這麼小 他可以花那麼多錢去設那麼多子公司 他是怎麼辦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問題蠻有趣的 雖然我一時間我沒有辦法直接跟 所以他到底值多少錢這件事情在一起 對 但是就一個月來好了 所以是為什麼呢 因為 隔離是用一種透過持股比例來控制 就是他可以花很少的錢 然後透過各種複雜的股權結構 然後達到持有通路的這一個目的 他持有通路 就持有下游 就是他下游設了很多各地不同的經銷商 對 然後但是他都沒有出很多錢 但是卻控制這些經銷商 為什麼呢 就是他的股權結構問題 我不出錢我就可以控制 沒有他有出錢 但是 應該說我出了一點點錢我就可以控制這個經銷商 對很多個經銷商 他說什麼像台灣的和聯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 呃這種 就是像是 應該說你底下經銷商 所以是 他是承認一個經銷商 他可能好 我可能說我都吃過51%好了 對 這樣我就不用出可能90%錢 然後 然後控制他吧 我可能就 透過各種複雜的股權結構 所以我可以 打到持有 就是剛好過半持有他 好吧 那麼再來就是 那格力 為什麼要開這麼多職業公司啊 因為 他在各個不同的區域都要有 就是有一個 經銷商 然後 他都把它獨立出來 OK 所以其實那個是在區域 不是在長領線上 例如他在湖南 可能就有一個湖南經銷商 然後 在北京有一個北京經銷商 這樣 他這樣就可以很快速的在 就是各個城市布他的渠道 嗯 好 所以這個是 像垂直整合 應該不太像垂直整合 他也是有做垂直整合 只是剛講的那個 不太像是垂直整合 對 他就只是 我 就等於就是 各子公司嗎 就像台灣 這邊你有一個母公司 然後 在中國那邊有一些子公司 就是大部分台灣中國子公司 是在製造 就是銷售這樣子 對 好 那麼 4951是什麼 好 所以 你是說 像長領他會要求你去做一個 就是 像這間公司 然後某一個點 做到非常非常的深 對 像這個是靜能流試這樣子 我覺得這間公司 這是一個很難估價的東西 這個東西 最後怎麼樣 回到你們價值的分析上 其實 像長領他 就是我們是用 Bruce Greenwald這一本 然後 然後 因為我看到有人問我 問一個問題 就是 這本 這本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就是幫助這樣 長領其實他不是看 他對成長也是很保守的估計 對他頂多是 他也是從資產部代表開始 他的資產價值在哪裡 然後他的穩定的 就是獲利能力在哪裡 所以他把成長當成一個Bonus OK 對 所以他其實只估他的穩定獲利 這一塊 然後成長我都把他當成一個Bonus OK 我 我對這本決算是有研究 對 就是當初自己在教你們 我也是用這本來教 所以我 會 蠻好奇別人是怎麼樣使用他 你可以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的資產的價值 是怎麼樣去評價的嗎 其實資產價值他 那時候 也就是講了裡面的方法 例如 他一看就是 反正資產價值最極端就是 一定是NNN 然後再來是 重製成本 就這本裡面講的 但是 我覺得重製成本 其實 在實際上 有點 難以運用 所以他只是講 對 他通常就是這樣 他沒有例子 他例子就是 只有那個比亞迪的例子 就可能 比亞迪他算重製成本算 比亞迪他是用商量的部分 就是他土地是那個價錢 然後現金是那個價錢 然後那一塊 手機業務他是把它當成 持續經營 來算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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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他們的資產價值 算的就是 流動 就是流動資產跟土地 對啊對啊 也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設備是不考慮在裡面 對 OK 其實跟我蠻長的 我也蠻類似這個樣子 那麼在持續經營的價值呢 持續經營價值 他其實就是 看就是這家公司有沒有競爭能 就是長期的競爭優勢 OK 所以等於是 有點像是 比方說如果現在我就是 因為他不看成長嘛 對 他不太評估成長 那如果不太評估成長 等於是 你給 十一十二倍本益比 其實他沒有很 就是很focus在本益比 估價這一個 因為你還是要給一個價值 對 他還是會給一個價值 那你的價值 如果你不看成長 你就是十一 就是十到十二倍 大概差不多 他 對啊 我覺得是大概這樣 還是他其實不講這一塊 他估值講的比較少 OKOK 因為你看 就是一樣嘛 你一間在有競爭力的公司 你很貴 都是不好投資 所以 就是他可能會很強調在 持續的競爭獲利能力 對 他其實在整個 價值的評估上面 是主要比較少的公司 對 OK 好 既然都 講了這本書 我記得也有人 問了一個問題是 欸這本書實用嗎 你覺得 我覺得 我剛剛說的就是 如果你是要看 重置價值 這一塊 我覺得 沒有到很實用 但是他給我一個很好的觀念 就是說 他一開始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投資人 可以 努力的地方 就是最簡單容易看到的價值 就是資產價值 然後你可以 讓自己有能力去評估公司 就是持續經營的價值 然後你最好 最高最高的能力就是 你可以去看到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是 假設一個新手 竟然你可以先從 了解 就是資產負債表這一塊 先把資產負債表的價值 搞清楚 他的機制是什麼 然後去了解 就是獲利能力這一塊 然後再去了解成長 OK 我其實很喜歡裡面的一個概念 就是 如果你是沒有所謂的競爭優勢 你的資產價值 你的重置成本 應該要給你的螢幕價值 那 我其實在台灣 我用過這樣的分析 分析過 到現在應該是四間到五間公司 老實說真的是一樣的 就是誤差 可能不到誤差 因為其實你從第一查很多都報標了 對 然後我其實覺得真的蠻像的 然後 尤其在 他有一個觀念是我 我當初看的時候 我還沒有發現 就我還沒有想到的觀念 就是 你那間公司你在重置 你還是要有 研發的能力 對 其實他其實有發 他有兩到三年的 研發費很大重置成本裡面 我覺得這個也蠻好 對 我覺得研發那個概念還蠻酷的 對 我其實很喜歡 GOLOBIO出的去 我都覺得很不錯 這樣 好 那麼 下一個問題我要什麼 讓我看一下 欸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聊一聊 學生上的差異 剛剛聊完老師嘛 我們來聊一聊學生 可是跟你同組是學生嗎 有一個是學生啦 有幾個都是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也算學生嗎 對 那我們先來聊一聊學生好了 就是 你是台大經濟系的學生 那麼 你到了 不管是清大 或者是北大的價值投資課程 你看到的學生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你限定在家的時候是課程裡面了嗎 都不是你都可以講一下 我覺得以學生來說 其實都很像 就是 雖然大家都覺得 可能北京他們會比較認真都是最TOP 但是他們也都是會翹課 然後也就是上課會 就是沒有在停課這樣 台大是真的都不太上課欸 對啊 北京也是啊 就是也是 可是最大的不同是 他們修的學分跟台大真的差太多 他們 就是像台大可能你覺得修個25學分一定很高 但是他們每個人幾乎都是三十七條 這是非常誇張 然後 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其實很少 課外活動 就是我去然後我想要 就是我去逛他們社團連戰嘛 那跟台大真的規模差很大 然後他們雖然也有職業只是 等一下 他規模差很大是他們很小嗎 不是就是他們很少 然後 可能也不是很積極在Promo他們的社團這樣 就我逛一下就逛完了 對 中間也沒有什麼人攔助我 就是在台大可能不是 就是你在 就是眼裡大要走 你就可以被各種攔助嘛 對 對 他們就比較沒有那麼盛行這樣 三十幾學分很誇張 對 很誇張很誇張 在台大你學分 他們都是 禮拜六日都還有課喔 很誇張喔 在台大你學校的時候六二七你就要死了 對啊 OK 所以就是 可是如果不太 就老實說啦 你在台大你這樣的認真程度 你修十五跟修二五其實 其實收穫是差不多的 那為什麼他們修到三十 你覺得還是覺得HCM 覺得還是差不多 你說他們的收穫嗎 對啊對啊就是能力啊 能力我 大學四年出來 其實我覺得能力我覺得不能 就是 因為我因為在北大跟清大一定都是中國最top的 但是中國基數就一定是台灣的那麼多倍 所以如果以就是平均產出天才的就是比例是一樣的話 就是我遇到天才的就是程度一定更容易 就是比我在台大 所以可能整體來上 整體上他們的天才不會比我們多 但是我可能在北京看到一堆這樣 嗯 了解 應該是說比例沒有比較高 對對對 就是你在北京看到很多 對 那麼來聊一聊 經理人的部分 因為我知道你其實在這次中國 可能也遇到了不少的經理人 那麼 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想法要跟我分享 基金經理人 就你有 你有遇到幾個嗎 我遇到的比較算是 就是跟我 有聊過的 我聊過兩個研究員 比較不是算基金經理人 研究員 所以 你有 至少台灣也聊過幾個研究員吧 對對對 有什麼差別嗎 我覺得研究員差別 就是 你說能力的差別可能不會太大 我覺得還是 方法上的差別吧 就是 例如台灣你可能 就我現在可能聽到幾個 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 就聽到幾個可能 台灣研究員 你需要出很多報告嘛 所以你是拼速度 然後 你問的問題可能是 這個公司的 就是 業績是怎麼樣 就下一季 然後 我可能要去 跟公司維持很好的一個關係 看誰可以 比較快拿到這個數字 對 但是 像我認識的那幾個 就是中國研究員 就 他們 就是有一個我是去上海 然後 他就帶我去看他的投資 就 他 就帶我去比較 因為他是投資百貨公司 然後他就 帶我去比較 你說他專門投資 沒有沒有沒有 就他剛好有投資百貨公司 然後他就帶我去比較 各家不同百貨公司 然後去 跟我講說 這家百貨公司 的規格是 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策略 跟那一家百貨公司 不一樣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 就是蠻不同的這樣 也不是不同 可能就是我剛好遇到的 那幾個是比較 比較 認真做調查 那在 所以你覺得他們是很認真做調查 對 而且 而且我遇到的另外一個 他是說 他們那邊 很放權 就是很放權 給研究員 就你可能剛進去公司 沒多久 然後老闆就會跟你說 你去內蒙古 調查兩個月吧 然後 對 就是我一個學長 他是那時候在讀研究所 然後他說 他一邊讀研究所 一邊去實習 然後他就敲了兩個月的課 就老闆就派他去調查內蒙古 而且就是 就是可能就兩三個人 就是實習生這樣負責 一個就是 一個產業這樣 產業 就是 他要報的 就是cover那個產業的公司 然後去內蒙古 看那幾間公司這樣 可是 你是說 內蒙古那邊有一個很 應該不是說 產業就是那幾家 內蒙古有幾家公司 就是給那幾個人負責這樣 因為 以產業來講 應該不會是產業 這樣只去內蒙古 就把人家負責 OK 就是 我們先講一講 這種研究員的環境好了 他們的薪水 這個你知不知道嗎 那他們薪水 跟台灣真的差太多 我是說 真的是差太多 所以你大概知道一個數字對不對 可以 我知道一個數字 是可以講的嗎 可以講啊 我覺得 研究員 就台灣 我 我聽到台灣不錯 可能都是一個月五六萬 然後 這樣算起來年薪很一百 但是他們 算起來為什麼年薪一百 研究員沒有分豪啊 沒有分豪 那可能就六七十 那他們可能就是從兩百起跳 然後 做到好可以五六百 因為他們 中國有一個比賽 就是研究員比賽 然後 你每年都可以去投稿 然後你投稿到的話 公司就會幫你加薪 你就會成員那個 領域的 就是比較好的研究員 然後 那加一加 誰辦的啊 沒有就中國 就是 我不知道可能是研究員 自己有個圈子 有個比賽 然後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因為 你說 中國就是 這麼多錢嘛 然後 我分一點點出來給這些研究員 都比 台灣這麼小 然後分很多個研究員 就可能 中國應該還是比較多 所以分攤到一個研究員上面 的心事就會多很多 然後 在中國還有一個很奇特的是 他們內置的薪水 就是不會比外資低 所以很多很厲害的 其實都是去內置 對 因為 以外資來講 他們通常都是Global Pay 對 所以基本上是差不多 那麼因為台灣就是很少 所以給那個樣子 對 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 就是比較有 就是你可能政商關係要好一點 然後外資可能沒有這些關係 嗯 所以你說 一個研究員大概就是 一般就是兩三百萬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他們很 就是 都是拼啦 就是如果我拼到那個 就是得那個獎 一年五六百萬 然後我可能做個兩三年 我就退休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都 真的超好認真 他們 我之前聽過一個 台灣的研究員 跟中國研究員 一起開會 對 然後他跟我說就是 在晚上十點多 他們還在call memo 就很誇張 那麼 整個投資環境呢 這我覺得有點難說欸 你說的投資環境是什麼意思 呃 講市場啊 就是可以投資的股票啊 這種 比方說 就我以前的認知啊 我覺得很像 中國會很像很早的台灣 就是 可能大家都還在投資中小型股 然後 反正我就是一直買一直買 就會一直漲 然後反正是所謂的籃籌股 是比較不受青睞的 呃 其實籃籌股 像去年就是 中國都是漲籃籌股 對啊 就要去年開始 去年可能 大概從前年下半年開始吧 比較有人注意到 對 所以 到現在你覺得整個 投資的環境是 還是會有那種很 中小型股啊 然後可以亂炒股 我覺得中小型股一定是會有 就是為什麼前幾年會不好 是 因為好像 一三年之前就是 創業版炒太多了 然後跌了太多 所以已經死了一批 但是 可能 maybe之後 就因為他們散戶的base還是 還是太高 就可能還是會進來 OK 了解 對啊 就像那個 這誰啊 Panda 他說本益比不是很高 像 對就是 如果你比較A股跟港股 因為A股現在是 中國人能買 對 然後港股 除了港股通的部分 中國人不能買 所以A股相同 就是通常 很多公司都是A股有掛牌 港股也有掛牌 港股的折價就會折價很多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還是會有這種 給的 就是 評價會很高的狀況 其實有很多股票評價都蠻高的 如果光看PE ratio的話 嗯 好 他還有什麼問題 欸 這問題感覺起來有點大耶 就是這半年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 如果說投資上的收穫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是 就是 就是我算是離開了過去 待了兩三年的 熟悉的環境 就我過去可能是很長 就是我每個月一定都是有很多個讀書會 所以我 那時候會逼自己 就是 欸我這個月要跟這群人討論這本書 然後我 這個月要 就是報告這檔標的 所以會給自己蠻大的壓力 在做這件事情上 但是我到那邊就是 就是完全斬斷這些 就是 斬斷 就是 反正就不會 有時候這種壓力 就是我 今天起來我覺得 欸今天我想要看多一點書 然後看 跟投資沒有關的 或是跟投資有關的都可以 然後 今天我想要研究 這檔股票也不會有 就是報告期限的壓力 就是我可以慢慢研究這樣 對 所以 我覺得跟就是 Sky Bear Sky Bear Sky Bear 在他的書裡面說 就是 他給自己創造一個 就是很 就是寧靜的環境這樣 有點這個感覺 對 可以去想一些 平常可能 比較不會想的事情 OK 對啊 然後你覺得這個是你 可能這半年比較大 對我覺得這是 一個蠻大的收穫 就是 人生地不少 我本來是一個 有很多給自己讀書的世界 對 那麼 推薦的書呢 你這半年 就我知道你 因為你就是沒事 對 人生地不少沒事 所以我知道你讀了很多書 有沒有什麼推薦的書 呃 我帶了一些書 就是有三套吧 然後 好 我就是 欸你可能要借我那個 那個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 就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我是先 我是先讀了這一本 然後這本其實是 就是有兩本 這本上下集 然後這本是 就是 就是 Joe Greenberg在 哥倫比亞大學的收稿 然後是 某一個學生 幫他記錄的 然後我覺得裡面有很多 真的是很感謝那個學生 對 很有趣的觀點 就是很有趣的case 然後 反正我覺得 這本是我在9月10月 我覺得讀到最有趣的書吧 就是在投資上 然後他給我的幫助是 雖然有一些是 聽過很多次的 的論述 但是 就是在那個當下 因為我就真的 就是 不用做很多事情 讀到那幾句話 我就會重新思考 就是 欸這幾句話的含義是什麼 就是可能 因為就是我脫離了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 我開始在想 欸這句話 跟我那時候的狀態 就 雖然是看起來很簡單的話 但是就影響我蠻大的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是蠻有趣 因為我很喜歡Joe Greenberg 我覺得他把 一句話做到 做蠻極致的 就是 Hallmarks他都會說 你 如果你想賺錢 贏市場 你要去做 跟市場不一樣的事情 而且你要是對 對 那麼 其實大部分的人 在理解這句話 他們都還是在 股票投資 可能在公司的研究上面 對不對 就是 欸我 可能這一種公司 他的獲利是 別人不看好 但是我其實 知道他的獲利其實 可能還不錯 然後我就買 所以我覺得Joe Greenberg 他更 往外的一步 他不只在看獲利 嗯 就是 他 就 他雖然還是在 股票這個領域 可是已經不只是在 所謂的獲利未來 會不會好的情況下 而是在 可能公司 會不會擋的情況下 或者是 這間公司 什麼 那種渣渣 大家不太看著渣渣 那可能大家也不懷疑他的獲利 對 就只是他在渣渣而已 就是 很多渣渣 可以去請這些渣渣 這樣子 那我覺得蠻酷的 然後 其實這也跟我 昨天又聽到的 前幾天 上禮拜天到的一個 podcast內容 我就蠻像 一樣要回到 Ycomulator的 San Altman San Altman Ycomulator他們其實 這做事很簡單 他們來講的事情就是 我要找下一個 billion dollar company 對 我要找下一個 十億美金的公司 然後 他們最近開始 進入到了 專注的在 生技產業 喔 生技產業 對 在整個新創的生技產業 然後那個訪談的人就問他說 你對 就很多人在質疑你 你們現在開始跨入到硬體 開始跨入到生技 這跟你原本一開始的網路服務 完全不相干 你 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他就說 我們已經 有了一個 限制 應該說我們已經有了一個 目標 就是我們要去找 billion dollar company 也就是說 這個限制已經太高了 他已經劃掉了 絕大部分的公司 我不可能再去劃其他的限制了 然後再來是 SARS這種公司 其實 應該說網路服務這種公司 他們過去 他們投資了Drawbox 他們投資了NBM 他們投資了Stripe 他說 已經有這麼多成功的範例 現在一股腦細股的創投 都在投資這種公司 我們必須要再去找新的領域 是競爭比較不那麼責任的 然後他說 就是 我覺得這個東西跟剛剛的Hallbox 講的很像 就是 大家比較沒有在看的領域 其實是最有機會 因為競爭最少 對啊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然後下一本書呢 然後接下來是 兩本書 其實是兩本差不多的書 一本是 這個是中國人寫的 這邊啦 對 中國人寫的 然後這本是 整理巴菲特年報 然後他是把 幾個 不同的領域 就幾個問題 他把它整理 成就是一張一張 然後我覺得裡面有一張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講 巴菲特對 就是 報紙產業的看法 就是大家知道 巴菲特早期是很看好報紙 他買了 就是像郵報 然後Buffalo這種公司 但是從 可能 1980年 或1990年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開始對報紙 感到有點悲觀了 然後到2000年是 非常的悲觀 然後到 2010年他反而又變成有點樂觀了 他就 又去收購了一些地方報紙 然後這裡面就是把這個 那時候他 各個時候的 不同對報紙的演論 都收集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 一連貫的看出 巴菲特對報紙的看法是怎樣 演變 我覺得這是 就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但是這本書就是因為 還有結合作者自己 一些看法 但是有些地方我不是很同意 反正 我覺得最有價值的 就是他收集 巴菲特年報 相關的資料 然後把它收集在一起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聽你這樣講會有點興趣 因為其實我之前 我知道這本書 我在書局看到 然後我就去查了網路上評價 評價很低 他在京東的評價上評價 那他說什麼就是 巴菲特講話 拼拼湊湊沒有什麼 新的東西 然後那個時候 看評價 喔評價這麼低我就不買了這樣子 那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情蠻有趣的 就是在整理 對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讀書對我來說 不是要讀到什麼新東西 而是 就是你怎麼去理解 就是完整理解一個概念 對 不一定說我這本書 一定要帶給我 我之前沒有讀過的東西 我才會覺得它是好書 而是 這本書讓我聯想到什麼 我之前沒有想得很清楚的地方 對 然後這本書 就是我讀完 讀完剛剛那一本之後 就找到了一本新書 然後 因為剛剛那本是 把巴菲特過去幾十年的年報都整理嘛 然後自然就會有一個問題說 巴菲特 就會想要去逆向工程 巴菲特過去幾個投資 欸 可是這樣子整理不就可以逆向工程 對 所以這本書就是 一個 不是不是我是說 它是怎麼看待那一個 投資案例 因為這本書比較多的是概念 就是 它對可能安全邊界的看法是什麼 對 對 然後這本書是 它提了二十個當時的投資案例 就是 從它和我時期 到它 早期 做博客下的投資 到它 就是 投資到IBM 的案例 它都去把它分析 然後 這本書 有幾個不錯的是 作者收集到很多 很早的資料 例如 一開始它那個 鄧普斯特的 那個 機器嘛 還有那個 地圖公司 它就找那時候的年報 然後去看 然後 我覺得 有幾個案例 我收穫蠻大的 對 我發現 這本我有英文版的 喔 因為這本也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 是喔 對對對 因為我是不知道這個 我是沒有聽過這個人 所以我一開始 原本以為不是一本什麼 很重磅的書 我有 我有它的英文版 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出的書 我想要買的是 我還沒有看過 原來有中文版 那我直接看中文版 所以 所以你看了這兩本巴菲特的書 你覺得對巴菲特的東西 有更多的理解 對不對 對 我寫一篇文章在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讀完這兩本 其實我覺得 試圖整理巴菲特的一個進化過程 然後又寫一篇文章在 就是我的BOG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欸這個 比如說 原來有在中國外進場 討論部門工作 大陸的金融市場 想像跟理解差很多 你有嗎 你現在你覺得 你算是理解嗎 還是你還在 我也還在理解中 半想像半理解中 我現在也是想像的邊緣 就是可能 欸覺得想像好像有點光明這樣 就好像看起來不錯 心思也不錯 但是說不定 哪天更深入 就是欸有點黑暗這樣 OKOK 好 那麼 你說有三條 還有最後一本就是 我覺得這本跟投資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這本是 為什麼不拿中文版 這本是 財寶狗有推薦 寫推薦去 叫做 就是Guy Spear寫的 華爾街這張床良記 然後這本我會覺得 跟投資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大家有念過的話 大家會知道它是一本 自我檢討的書 然後我覺得 就我覺得檢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 如果你沒有去檢討你過去的錯誤 你是 不會進步 OK 然後這本書就讓我 試圖 就是 去寫一些日記啊 或是 去寫一些checklist 然後就是來檢討這樣 嗯 欸其實你在講這個 你最近不是有看這個嗎 好好學習 對對對 所以他也是在講那個嗎 對就是這兩本 就是好好學習 跟這兩本我覺得可以一起看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最近台灣有一本不錯的 你知道電腦玩物嗎 我知道 電腦玩物的筆記思考書 可是那本我覺得很不錯 也是類似的嗎 我 很類似 但是我覺得它更實際一點 對它更practical 就是你可以更造作 那麼好好學習 我有 我看今天的學習嗎 就是台灣的翻 台灣的監證翻 我對前面我覺得它的概念很棒 可是 在後面實踐那邊 比較難 我覺得它的實踐都還是有很觀念在裡面 就還是很觀念啊 就是這樣做 對 就這樣做 很像沒有 就還是一個觀念 給你一個框架 讓你去想你的幹嘛 然後我覺得電腦玩物那本 我覺得它有這把框架列明 所以 對我來說 精神學習會更像觀念 然後電腦玩物那本 是更細節的東西 好我再補充一個 就是 這本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 Guy Spear 就推薦大家寫感謝信 然後 因為他 Guy Spear 一開始 因為寫了感謝信 所以認識了Morsh Poplar 然後他們兩個 才因此去 標了巴菲特的午餐 然後才會有那本書 所以 Guy Spear 其實他說 這一本書完全就是寫可以 Poplar的一本感謝信 所以就把它寫出來 他說 我寧願就是寫給大家看 我也不要就是寫一張紙 然後就只給Poplar看這樣 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圖寫感謝信 是一個蠻不錯的經歷的 好 那麼 回到 要回到投資了嗎 很像 這個是什麼 如果學弟妹想跟你一樣 試試看 中國投資市場有什麼建議嗎 我覺得 我現在是在香港市場 就跟中國市場其實 也是有點關係 可是你是投資在香港上市的路 對 中國企業在香港上市 為什麼會想要投資這份公司 我覺得香港 因為我投資的屬性比較 偏向葛拉罕的資產平價 那我在台灣找的公司 也許可以找到 就是 煙屁股啦 但是香港是 一堆煙屁股 然後是 香港有非常多的Event Trigger 就 很多私有化 或是 可以特別顧稀 或是 買回庫藏股 這種東西 所以我會比較喜歡這種東西 然後我 看了便宜 然後又有這些催化機在 所以自然就 想說把心意放到那邊去 OK 所以 你大概試了多久 我 其實 從去年才算真正式開始吧 去年是什麼時候 其實我第一筆香港投資 是 前年的 11月那時候是 唱台大一個課 就 GNBA有一本人家的投資客 然後 是一個香港的Found Manager 他來 爆了一檔鋼股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研究 他就爆了那檔鋼股 然後我就 我是花了幾天 就是 聽了他的那個 就是我有錄音嘛 我聽了五六遍 然後 試圖去就是還原 就是他對這檔公司的理解 然後 從那時候 第一次 你講錄音 等一下下面的人都給你要錄音 對啊 對啊 就這樣 然後 從去年 上半年其實我都還沒有進去 然後 到下半年是 看了一個Vlog 叫做 韋哥 大家可以去搜 反正就韋哥他是 投資香港 然後他也是很 我覺得有一點Joe Greenberg的方式 然後我就 很認真看他的Vlog 然後 就才開始 進去這樣 這樣今年應該還不錯吧 今年嗎 今年不是 到現在 因為鋼股今年已經 漲10%啦 所以 我鋼股差不多就 也是那個 那個 水準 沒有 沒有阿法對不對 認真算是多少 OKOK 好 欸 等一下 OK 那麼 香港現在在聊所謂的 港股 是你覺得 那邊人家 在你這個框架下 你覺得 投資機會會比較多一點 對 但是 那邊如果大家要進去的話 其實 要很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香港的平價跟台灣 一般的平價 的概念不太一樣 因為香港很多公司 是不配股息的 然後他們一不配股息 股價就是 躺在地上 很多年 因為他們可能會 十年不配 就是他們有賺錢 但是 他們PB就會剩 0.2 然後就一直都是0.2 這樣 就沒有什麼催化計畫 你就是會被套牢很久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 這是台灣的老闆 可能可以學習的 就是香港有老闆 財技很強 什麼 財技 就是財務技巧 他們會在 就是他們真的會低買高賣 就是他們會自己炒自己的股票 然後 他們會做一些 私有化這種動作 等一下 你講低買高賣 有人會說 台灣的老闆 有人會炒股嗎 台灣的我不知道 是炒股是被實在價值 還是消息 對 我是看到 他們是真的是被實在價值 在做這件事情 只是有點像是 我價格如果低於價值太多 他會去買庫商 對對對 因為他們老闆很多持股都六七十趴 所以他們就乾脆直接私有化掉 可是 我覺得有好有 這一樣是一個雙面刃 因為 我一間公司如果是 像說 我是私有 某一個人只有六七十趴 這幾乎就等於家族企業了 對 那我家族企業 我又不配股心 你奈我了 對對 所以我說 這可能真的是要 就是認真考驗人口的人品 就很多 香港會 你去看香港一定會看到很多 是說老簽老闆 老簽老闆就 之前坑過散戶 對啊 他就是 就是 我就不配給你 然後我自己薪水量很多這樣 Panda問低買高賣類似說的褲場股嗎 我覺得 這樣聽起來應該是老闆個人的 老闆個人 就不是用公司的賬物 像我 像我最近的一個投資 我覺得那個老闆真的很誇張 他是先 就是先低位增持 然後 因為他持股已經快要接近上限 就是不能再增持的上限 就75趴 然後增持完股價還很低 然後開始用公司的錢買 就是 在一個月內 我覺得 就是會發生這種事 對啊 OK 滿有趣的 這跟 你之前我不是有讓你做一個project 是內部人 對啊 所以香港你有去看這部分的研究嗎 我沒有看香港的研究 可是 香港其實蠻多老闆 是真的可以 因為他們香港 的申報還蠻嚴格的 就你真的是 只要買一點點 你隔三天就一定 會出一個公告 就是說老闆買了這樣 所以也許可以找 相關的回測看看有沒有 這邊 剛剛你一直講內部人 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 就之前我讓你去做一個報告嗎 應該是去個研究 就是我聽一個podcast 我聽到一個很有趣的做法是 他就直接去研究 內部人買進這個策略 你只要內部人 他用了四個不同的因子 就是 你是誰 位階 你是CEO 就比財務長好 財務長又比什麼經理人好 那 你的位階多高 然後你買多少 這是一個factor 然後一個 你過去的紀錄好不好 這是一個factor 還有一個factor 然後反正他就是用幾個factor 然後 你只要去 這幾個就排名嘛 然後你就去選那種 內部人持股有賣的股票 就是 有增加股票 就覺得很像會漲 對 所以你說香港其實有蠻多 這種案例 對 還蠻多的 你在哪邊看的啊 就是這種 公告 香港有一個 披露易 有一個公告 叫披露易 然後你可以去查 就是他們每一個人 大股東的持股 然後 你可以去查 他是用哪一家券商持股的 所以 都可以看到 可是你這樣子 你是 有一間個股你才去知道 對啊 對啊 所以通常我都是 就是 標的來源都是看 其他地方 我才會看到類似的個股 OK 所以這比較不是一個 Session股票的機制 是一個 你照一檔股票 然後你去 對 可是你如果 因為我沒有每天認真去刷屁肉翼 但是如果你每天認真刷 一定是可以刷到這種東西 對 好 那麼再來一個是 還有什麼 很像 等一下我看一下 現在你記得 欸其實也是 也是 講蠻久的 好 那麼 我再問一個問題 關於通知的問題 就是 就是 這個問題是 你現在 我現在是一個 蠻 在投資領域 但是經驗比較多的 學生 那麼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是給 目前 想要學習投資的學生 呃 有 有建議 就我 就我這幾年一直在想 就是 因為我在學校 其實我很難找到 人可以聊投資 因為 我過去是 就是在正眼社待了 台大政院就是 對 在台大政院的時候 待了可以說四年吧 但是 能真的聊 投資的其實是個位數 然後我就會開始想說 欸學生是 為什麼 導致這個狀況 那想到 其實學生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是他們本金 就是我們本金太少 所以你說 比如說 你真的要去花很多時間去 去 做 value investing 或是你去研究 基本面 然後得到報酬 可能 並不是那麼立即的 這個回饋機制 來得太慢 所以學生 並不會認真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價值投資是 你要一個 你要長期去做才會有 有效的 所以 我建議就是 就是現在 就股市有點熱了 就是我之前 我前幾天才 就是我室友就是 很早他立校 就是我之前住在台大室友 然後他問我說 欸 選擇權 可不可以就是怎麼買這樣 然後我覺得 就現在股市有點熱 然後如果是新手 進來的話 我就可以 就多看 就慢慢多看 並不要這麼急 就是你可以先 到處看各種東西 例如可以看財報的文章 把它看完嘛 然後再去看 其他方法把它看完 就不要 一下子又投進去 然後 因為學生一下子投進去 一定是 會掉到我剛說那個 就是你本金太少 然後你又想要賺太快 所以你方法可能 所以你方法可能 不要說騙掉也不是不好 反正你 可能會 就是 結果 以統計上來說 就比較不好這樣 其實Jef也蠻常講這個 就是 本金小的時候 你會想要去追求翻倍的報酬率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 我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沒有追到任何支股市 我有三萬塊 對啊 你三萬塊還 就買一張這樣 就買一張這樣 然後 我買零果 然後我同學在笑我 說你三萬塊你可以幹嘛 這樣 對啊 因為 我在台下正眼色 接觸很多人 那 通常 真的是 學生往基本面 就真的非常少數 對 我覺得還是去看看 什麼是長期報酬率最高吧 對對對 就是 其實很多人會說 你錢那麼少 你可以賺多少錢 可是 我覺得都是以%數來想 就我都是以%數來想 對 不會想說我今年賺一百萬 今天賺兩百萬 都是算幾%的 對 我覺得就%數啦 對啊 然後想長期的%數嘛 就是我今天100% 長期50% 其實是很怪的事情 對啊 有一個人問說 下重作者的本是這本書 對凱利公司思想計畫 其實Publer寫這本書 台灣雖然最近在翻譯 這本書已經出很久很久了 對 這本書真的是 懷疑今天都翻譯是老書 我覺得很奇怪 那個投資正規則也是 對啊 這個都是老書耶 就是後面已經有三代四代了吧 就以投資正規則的那個內容來講 那麼 你對 就是 Publer對凱利公司的想法是怎樣變化呢 因為我剛好 就那時候我為了聽 Publer 就準備Publer演講嘛 然後我就去把它從2011年左右的演講 一直聽到2016 他其實就已經講過這個問題很多次 然後他這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 他寫這本書之前2007 他覺得凱利公司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然後他大概是稍微改良了 就是他就是 就是用1010 就是10檔 然後每一檔投10% 就是相對集中 這哪裡概念啊 這完全沒有到那個 就沒有到凱利公司啦 但是 完全沒有勝率賠率的概念 反正他一開始是這樣 然後 他這樣做的時候 208掛掉 就208他禁止下了三分之二 然後他開始思考 我是不是應該稍微分散一點 所以他變成250 就是他可以壓到2%5%10% 就三種選擇 然後壓到20檔 但是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牛市或什麼 反正他跟蒙哥討論過這個問題 然後蒙哥覺得 就是你這個方法很爛 但是 他說他說他說服蒙哥啦 因為那個是別人的錢啦 他說我可以忍受 就是蒙哥是一個可以忍受波動的人嘛 但是 怕怕拿別人的錢 然後別人沒有辦法忍受 他還是會輸回嘛 所以 反正他有一段時間就是用250 然後到最近幾年 他又開始改回 就是 施施 對 然後他已經說過 就是他有公開道歉說 凱莉公司 那一部分可以不用看 就是在那本書裡面 這一段他覺得他完全寫錯 所以 大家如果看這一段的話 可以就是 就是 就稍微記得有這件事情就好 對 我其實沒有follow到他 後來又改回來的這段 就是 當時 出版社翻譯 像是夏仲珠的本事 我是有點維持的 因為 老實說 他的書名 當中investor 跟夏仲珠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然後 更何況 我那時候的理解還是 他是比較分三 比較不想要再單壓 在某些大個股上 所以 你講 就是他已經說他不要了 你還下這個標題 因為我覺得說 當抖比較算是低風險高回報 對 就是跟下仲珠 其實 仲珠 你剛才你可能說 仲珠可能就二三十八 其實趴過來不會做到這樣 對啊 就覺得說 嗯 就是你下這個標題 那就很奇怪 但是我覺得 10% 快點再看直播 我幫你再看 但是我覺得 10%老實說我覺得不大 對 10%就是 可是我覺得如果 以一個基因經理人的持過 還是說 10%算不大 因為相對於Guy Spirer Guy Spirer就更分散了 我不知道 我今天才看到的 不知道是我剛剛在翻的時候看到 還是我今天不知道在看哪裡看到 就是巴菲特在投資給口 他當時投資了他75%的資產 對 他說他投資不會太少了 對 結果他只是75%也太少了 這個 就有人問 有人問巴菲特 然後巴菲特就說 可是我就不是巴菲特 那個是幾歲 24歲 巴菲特在可樂也壓了25%資產 在柏林頓也壓了快20% 所以 都很厲害 好 這個是 可以談一談 回歸品均術跟成績公司嗎 其實不是回歸品均術啊 是均職回歸 對 這個好像就是財報國也蠻多 就是之前有幾篇文章在講 痾 均職回歸這件事情 其實算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mental model 就是一個新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模型 它其實存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均職回歸 你說商業上一定有均職回歸 然後你可能在人的身高上 就是以生物學來說 人也有一個均職回歸 那在商業上的均職回歸 其實就是回到個體經濟學的 就是你到底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 還是一個獨佔或寡佔的市場 那通常就是以一般 之前我也給我看過一個研究 就是長期有競爭優勢的公司 就是可能3到5% 那其他可能90%的公司 都是沒有競爭優勢的 那你就想你開雞排店好了 你今天雞排賣 就是你今天雞排就毛利率50% 你可能一個月後 你旁邊就會開了兩家雞排店 那還可以賺到錢嗎 毛利率變30% 那大家還是有一點賺到 就變10家雞排店 到最後大家都虧錢的時候 就有一些公司退出 然後這就是一個動態平衡嘛 就是永遠就是 有時候賺有時候虧 有時候虧 那這大概就是競爭回歸 我覺得 其實像那個Value Investing那本書 我覺得這個例子也覺得很好 對 那麼 我其實不會把競爭回歸當作一個 model 對我來講他的model 反而是 就是供需 對 最基本的自供需 對他其實就是回歸到供需 然後一開始供不應求 後來到供過於求 然後最後會供需平衡這樣子 對 然後 他的 你剛剛其實走的是 走 比較是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是需求 你剛剛講的其實是在需求面的供需平衡 對 就是說 我現在有很多的 市場有很多的 雞排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就會 我就會讓他去填補一個需求 對 我自己還會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也就是 這樣子 他會叫公子端嗎 就是 比較像是出資方 對 就是 我現在 我現在我是一個固定的需求是雞排 那我一樣 我一樣是站在出資方的角度 我有這麼多投資選擇 對 就我常常會講嘛說 如果今天我就是有100億好了 我去投資股票是一個選擇 我投資新創是一個選擇 我現在去投資比特幣也是一個選擇 我去投資房地產也是一個選擇 我為什麼要投資股票 那今天如果股票報酬率高 我就投資股票 如果今天比特幣就是跟我保證 每個禮拜二十花的上方 我就投資比特幣 我沒有說我一定要投資 哪一檔股票 或者哪一個產業 我其實不必要 所以我當然是 報酬率哪邊高 我就往哪邊走 那麼 只要你這麼多大 就是 資金都是這樣想的話 你自然就會把那些高報酬的 降到低報酬 所以一開始會是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delay 所以我投啊投啊投啊 然後今天全部都到位 其實幹 大家全部都到位了這樣 就壞了 然後我就拿出來 好 那麼 欸 欸 Greenblade 所以再來講一講神奇公事好了 神奇公事他說原型是一年早一次 後來又不斷地說三年重來一次爆酬率更高 哪一個才對 他有說過三年重來一次 對 這個 Mitch 我覺得你 欸這個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的 三年重來一次 就我 我覺得你可以 就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說法 因為 Joe Greenberg應該是說一年重來一次 對 就是他一開始說一年重來一次 後來變三年 那 我對這個 我蠻有興趣的 你也許可以看看 你有沒有什麼reference 可以提供給我們 就我自己的理解 像這種 呃 財務數據的rebalance 一般來講是半年跟一年最好 對 真的是半年跟一年最好 然後你太長 或者太短期都不好 對 所以三年其實會覺得 可能是在神奇公事那幾個指標 如果真的三年會比較好的話 可能是在神奇公事那幾個指標比較特別吧 那麼 老實說 像這種東西啊 神奇公事 對我來講都是比較 老的東西 嗯 畢竟 Greenberg現在是2001 對 到現在18年的時間 現在用列全股公司 哈哈 我覺得算是比較老的東西啊 那麼 繼續想這種東西為什麼會賺錢 他其實賺的錢 都不是在公司生長的價值嘛 對 就我們說 你投資股票 你賺的錢有兩種 一個是你價值跟價格 價值跟價格中間的那個落差 另外一個是你價值的提升 你這個其實在賺的都是 就是價格跟價值的落差 對 都是賺落差 對 你其實沒有辦法去賺那個價值提升這段錢 那麼價格跟價值之間 如果有一個落差啊 葛萊漢當初說兩年嘛 葛萊漢所有的持股兩年沒有 他都賣掉 葛萊漢所有的說兩年 然後 然後 葛萊漢說 大部分三年以內 其實都可以 可是 就所有的 我們看到的研究來講 看起來真的是半年過半年 其實他就回到你的位置 好 這個是我的健身教練 他有說 這個中國理財商品 跟陸金索還有中國投資議題 你要回答一下嗎 他其實 他其實在想說如果今天在中國 有什麼投資的建議 在中國投資的建議嗎 在中國投資的建議嗎 對 不一定是股票 還是這部分你比較不了解 我覺得這部分我不了解 對啊 可以關注吧 這應該 關注什麼 就我覺得中國是一個再崛起的國家 所以 對這個國家可以就是 留一點 心力這樣 2017年報告會是多少 有勝過大盤嗎 這個我有寫文章可以 可以去看 我有寫 就是回顧文 2017年 我這個 這個勝過大盤太多了 旁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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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看一下 這個問題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個是 對 我覺得這個 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但這個可以 我先講一下 這個是前幾天我們說我要直播 然後我就體驗說 有沒有認識問題 下面其實 很像不只一個為了類似的問題 在說你看到一些很厲害的基金經理人 他們在選股 或者是在分析的流程 跟所有的散戶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 我舉 你先講 我先 想要區分的是 因為其實這是 今天直播 我想 就是你在中國 你回來以後 的一些討論 那麼我覺得你可以去猜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你其實知道台灣的基金經理人 你的做法是什麼 那麼 散戶跟所謂基金經理人是一段差距 那台灣跟中國有沒有另外一段 就是有沒有另外的差異 我覺得 我覺得 沒有 台灣跟中國就沒有差異 那麼 也就是說其實 是所謂的基金經理人這一行跟散戶 差異在哪裡 我覺得基金經理人的優勢 他可能真的是面向可以拓比較廣 就 你看台灣 例如 我現在一個人散戶要找標的好了 我可能 用一些指標篩選好了 或是 我看新聞現在哪些熱點 然後我再去 再去找 但基金經理人是 我就是有 就是十幾個 就是 cover不同板塊的人 我可以知道 各個板塊 就是現在 程度是怎麼樣 那我當然就比你還快可以找到 未來可能會爆發起來的板塊 嗯 但 閃戶 我自己 我分享一下 就是poplar在演講中 他是怎麼 選股 就是他在 呃 好像去年在google 就google talk 他上面講了他自己現在是怎麼選股的 呃 他現在的方法是 他看很多的市場 然後 每一檔都看很少的時間 例如 他說他一天可能會 就別人會傳報告給他嘛 他一個報告拿過來可能就是三十秒 然後 如果我不喜歡 就馬上pass pass掉 所以他每天看很多很多的報告 但是 他的 國家選得非常廣 等一下 他 他如果其他不同的國家 哪個報告不要看啊 就 所以他 我覺得poplar是一個會行銷的人 他到各個地方演講 然後他就會說 大家如果有好的idea可以mail給我 我的 就email是這樣 所以他每天會收到很多個不同國家的報告 對然後 他 他裡面 他在演講中一直強調一個能力圈 我覺得大家這個可能聽爛了 可是 我想要說一下什麼叫能力圈 他裡面那個 舉了一個例子 他舉了一個房地產的 一個 就是很會買房地產的人 但是那個人買房地產的能力範圍 那一百公尺裡面那一塊地是他的能力圈 所以poplar現在 那百公尺超級小耶 對對對對對 他說他 他一生就是在做那邊 然後 poplar說他現在就是想要練成這樣 就是 他的能力圈也許這樣好了 但是 就是每天有很多個資訊過來 然後我 看很快看很快 但是 我就等 等到一個 然後 就是我就是一定要把握住這樣 所以 就是 閃戶可能 我們能力圈也不可能說 多大 但是 當然是要盡量拓展啦 但是 在選股的時候可以 就是更謹慎一點 然後 機會來了就真的把握住 我覺得 就這樣 這個你現在投資的概念還是符合的嗎 我 我現在就 其實我現在 因為如果是看價值 如果是看資產價值 對 應該還是會以分散為主吧 可是我現在其實越來越不 不想分散 對 我現在想 所以你要集中在資產價值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我真的去 認真了解 就是假設有十檔資產價值好了 然後 資產價值低估不夠 對 那第十檔真的有比第一檔 就是 還好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我要 就是把資金配到 就是第四檔上面 然後 或是花時間去 scan 這一個 這家公司的資產主代表 你怎麼判斷好不好 因為你資產價值來講 如果沒有 就我覺得 我覺得除了 就是資產價值還是 還有 因為我現在比較focus 因為我剛剛說我在香港 然後香港其實 我是比較關注經理人 就是老闆 所以我會把比較多的時間 花在研究這個老闆 就是他到底 你們來做資產活化 對對對 對對對 蠻酷的 喔 Publight有什麼關鍵指標嗎 他有分享過他會看什麼財務數據嗎 沒有 像長進他們 長進他在上課說 他上課有講到一句經典的話 他說我們在實務上是不用ROE的 但是他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切入可以分析的點這樣 他說這個模式是你可以學 但是他在實務上不會看ROE OK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在講說 因為其實像我們自己也很少去看ROE 對啊對啊 因為到最後其實 你看的就是利潤比利潤 你看的就是贏手 對 就是你的負債怎麼樣 那麼 大家如果不了解這個 也許你從ROE去理解這個概念會比較容易解 但是事實上 最後正在分析股票的時候 你可能不看ROE 對 因為我剛剛三個都看了 對啊 因為我自己也是沒有看ROE 但是現在就是很多人會把ROE 當成一個指標嘛 所以可以思考一下 跟單策略在中國有用嗎 這個 徐凱就非常的執著於報酬率 我是不會假的 sorry 有人知道啦 可以去問和知道的人 跟單策略在中國有用嗎 這我沒有試過欸 中國是可以跟單的嗎 他們金金金人會透露 金金金人會 像公墓 好像會有 他們會出季報吧 OK 可是像 像我們今天聊 我們今天其實有聊到一些人 像秋伯露啊 像張磊他們 那種私募不可能透露事故啊 私募會透露嗎 這個我好像沒有 我不太清楚 因為像 你說像張磊其實 張磊沒有辦法跟單啦 張磊其實算是 比較一級市場 也是 對 他就是 頭未上市的嘛 你沒有辦法跟單 然後 公墓我覺得 很多人會 就其實很多金金金人可能會上一些平台 例如雪球 他會去講他的持固 但你可以去看看嗎 雪球蠻出貨的啊 我覺得雪球要挑人啦 有些人還OK啦 好 所以 對 就是 其實這樣子也是15天嗎 因為 就沒有一個 欸 他說你公佈季報 對 他應該是公佈季報 其實我覺得 看公司 是嗎 看公司 他們應該還是有規定吧 應該是有規定 我沒有細查那個規定 好 通常有些公司都很早就公佈了 直接有一個 人tag了 剛才沒有tag好這樣 好 那 我覺得時間也差不多 14分 我最後 來一個就是快問快答 這樣子 那我問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限制秒以內 先辦法回答完這樣子 就是 當然跟多姿有關啦 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能講話 就說你不講 對 所以 你現在台灣 台灣跟香港的比重大概是 香港比較多一點 那 你目前最喜歡 最近有來發的 或最喜歡的投資人 我最近最喜歡的投資人 其實我想要認真研究李路 就是我 前陣子買了他的 一本早期出的書 我覺得李路是一個 可以學的人 因為 盟格有那麼多選擇 但是他選擇了李路 所以這一定是 他不只選李路 他選很多人 他選三個人 他選三個人 他把錢之後投給李路吧 還有派別人 我覺得李路是個可以學的人 對 好 怎麼選呢 其實李路公開的文章很少 就是 我之前有 PO過一個他 現代化十六強 對 然後還有一個大概Columbia的演講 然後他其實還有一些文章 就是撤寫他的文章 可以稍微看一下 欸 然後他有一個微博 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些大李路財報狗 我們寫了三篇 三篇關於李路的文章 對 他有一個微博 微博有發嗎 微博有 就是他 他前陣子更新他去年 最推薦的幾本書 這樣 嗯 OK 好 我的問題很像 就這樣子 最後有什麼想要分享的嗎 關於投資的嗎 我想一下 對啊 其實還好 對啊 該分享的好像 就都講了 好 那麼如果大家之後想要去 繼續追蹤你啊 在投資上面的分享 他們要去哪邊追蹤你 呃 採訪我這邊有TAG一個 我的那個 粉專 就那邊點進去就可以 好 所以就是直接去Follow這個粉絲專 對對對 然後你有寫一個blog嗎 對對對 可以去訂閱他的blog 好 那今天的 反正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關掉吧 謝謝大家